今天战斗心情怎么样 分享一个生日收到的小惊喜 谁跟你说的第一个生日快乐 哦喂喂喂对啊这是我想分享一下其他的其他物品 然后呢Mika也其他 Mika说中讯的那个起播的时候一定有第一次生日快乐是谁 所以我今天就跟你见了 然后呢她前天到晚上12点之后 天到晚上12点我说Happy Birthday 这样她练习一次 然后昨天的晚上12点半左右 然后我们是有拍摄的 而且那个拍摄的内容有点复杂 然后我们需要大家一起玩的感觉 但是没不用那个声音 所以啊她看手机了 然后算了还有五分钟 算了还有三分钟 还有拍摄吗 怎么办 拍摄开始 然后 Happy Birthday 上到 这样 走拍摄里面 然后拍摄结束之后 大家 Happy Birthday 就刚刚刚 对今年的生日 过生日 的视线是特别好的 可能三十分钟左右 那个12点的健康 我一直想想 天哪 超累的 然后 然后 昨天的拍摄结束之后 回家 也 差不多 好像两点 这样吧 我就洗澡 然后洗澡的时候 她 跑来 然后 我是第一个人 给你理由 对 然后拍摄的时候 然后 晚上 12点 10分 左右吧 然后 大家给我 这个蛋糕 然后 然后 我就 休息的 休息的房间 然后 她点了寒宝 自己我喜欢的寒宝 我准备了 第一个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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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了 回家之后也 第二个蛋 还有她说 还有一个 例子 我不知道什么 新的一年 有没有特别想做的事情呢 新的一年 特别想做的事情 很多 想做更多 视频 舞蹈也 唱歌也 表演也 还有 音乐王的舞台 还有 音乐 很多 然后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去很多地方吧 很多地方 学习 中国的文化 回家 看新的风景 吃东西 还有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去很多地方 然后 我们的演唱会 就完了 如果可以的话 外国也 可以吧 希望 期待 谢谢 拜拜 拜拜 腾讯视频 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 生日快乐 真的 特别开心的一天 吃了 很多上菜 特别开心 谢谢 谢谢